我们要投诉眼镜老师 小贝妈大宝妈 发生了什么事 眼镜老师偏心 就是 我没有 眼镜老师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大宝 你怎么又迟到了 还有小雪 小雪 你看京城市里吧 大宝 你给我来我办公室里 糟糕了 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对 还有我们家小贝 都已经放学了 小贝怎么还没出来 梅林阿姨 小贝姐姐被老师 留在教室里了 为什么 因为这次小雪 和小贝姐姐都没考好 所以老师就把 小贝姐姐给留下了 什么 为什么眼镜老师 这么偏心 明明小雪也没有考好 去批批把小贝给留下了 真是太过分了 所以 我们要投诉眼镜老师 眼镜老师实在是 太偏心了 就是精灵剑子 我看 你还是开除眼镜老师吧 眼镜老师 小贝妈妈和大宝妈妈 都这么说 那我只能开除你了 不学精灵剑子 你不能开除眼镜老师 你不能开除眼镜老师 小贝 你怎么来了 妈妈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 什么 怎么可能 是真的妈妈 现在开始考试 这些技术好难啊 我根本不会做 我知道了 我可以超小雪的 熊妹 八十分 大宝 七十分 大宝这次有进步啊 小雪 五十分 小雪 你怎么才考了五十分 老师 我今天肚子疼 原来是这样 小雪 你生病了 就先回家吧 好的老师 好的好的 我下班就过去 奇怪 小贝也五十分 不对 小贝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错题 和小雪的一模一样 老师 我 好啊你小贝 原来你是抄小雪的试卷 对不起老师 我知道错了 可是这些题目太难了 我真的不会错 那这样好了小贝 你错的这些题 一会儿我来给你讲解 可是老师 你不是还有别的事吗 没关系 我的责任 就是教会你们知识 妈妈 都是因为老师给我单独补课 所以这次我考了一百分 你看 我也是 大宝 你怎么又知道了 你给我来办公室里 呃 糟糕了 大宝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看 膝盖都流血了 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老师 我是害怕上学迟到了 所以就跑着来的 没想到给摔倒了 大宝 下次记得小心一点 上学也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老师 老师对我们可好了 对啊妈妈 眼镜老师是童话王国 最好的老师 清零仙子 你不要开除他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啊眼镜老师 原来是我们错怪你了 没关系的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你们的老师吗 对不起 你还没有 对不起 你还没有 对不起 我去过 马上 你跟着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